中文字幕提供 我刚刚听了就是翠绵大师 在海王星逆行的时候 一个受害者唱出了他的呐喊 有很多的受伤的人 之所以会一直受伤下去 是因为他们都会先谴责自己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不配得到自我的人 比如说要喝火酒 要道调奉献 你要知道从这里要觉醒有多困难 从万丈深渊里面 要爬出来有多困难 这是地面上的人 不能理解跟体会的 所以我刚刚会有点想掉眼泪 是因为很心疼 催眠大师讲的是在创作的生命中 他人与自我的催眠以及觉醒 在听你的Podcast 谈到八宫的死而复生时 我就想到这首歌 你一定可以感同身受 这么多日子你也许不知道 不知不觉中 其实你陪着我 把一部分的自己找回来了呢 Thank you 清风 谢谢清风 清风加油 你已经很棒了